姐夫食堂、廚房的工具箱 大家好,我是姐夫 姐夫已經分享過了 拳雞去骨、去皮和西式高湯的做法了 今天,姐夫就把這一整隻雞的最後價值 毫不保留著全部炸光光 姐夫今天,就要來分享 如何煉製黃金雞油 做法其實也不難 只要有點耐心就好 這些是解全雞的時候 留下來的雞油和雞皮 我們要盡量把水分吸乾 待會在煉雞油的時候 才比較不會噴濺 先熱鍋 不要燒得太熱喔 先放入雞的脂肪下去炒 慢慢加熱 把雞油逼出來 雞油逼出來了 再放雞皮 一樣喔 用小火慢慢的把脂肪逼出來 過程中要記得攪拌、翻面 讓雞皮平均受熱 讓雞皮平均受熱 現在,感覺雞皮電脆了 現在,感覺雞皮電脆了 再用細網過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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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囉 清澈的黃金雞油 就完成囉 這個雞油 可以用來取代沙拉油來炒菜 會很香喔 也可以用來做雞油拌飯 喔,對了 下次姐夫要做海南雞飯的時候 也會拿出來用喔 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這裡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姐夫 喜歡姐夫的影片 也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要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喔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 掰掰